给主做活祭了 弟兄姐妹们 今天每一个时代 的确神还预备工人 可是很多很多的工人 需要你祷告 需要你加薪加油 帮助他们 鼓励他们 让他们在工厂当中 能够发光发热 我们想到 ISIS的这么多激进的恐怖分子 他们为了 他们所谓的真主阿拉 为了他们所谓的信仰理想呢 他们是前仆后继的 人人都 怎么 不怕惨死 多少 童子军 绑上 绑上背心炸弹 献 年轻的生命 为 真的是火祭啊 可是 他们是一念之差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但是神国 是我们所信的 是绝对的真理 是完全的真理 是永恒的真理 可是 我们 肯 为 肯为这些 在神国路 争战的 做工的工人 打到 加薪 加油吗 弟兄姐妹们 当年 这个 麦克拉帅 就结束 世界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的时候呢 他就跟美国 就是 参众两议院说 如果能够派宣教士 去一些地方的话呢 就可以真正解决一些问题 同样的 今天 俄国 美国 法国等等 各联合国 即使联合世界各国 要去 空炸 伊斯兰国 请问 战争和武力 能够解决问题吗 只会制造更多的仇恨和问题 我相信 上帝今天 在天上 在 在呼召 要激发 中国人 有几个人 很现身 有几个人 很板上 为 这个 伊斯兰国的 土地 为伊斯兰国的 国民 在那里 向他们流露出 真神的爱 流露出 实价的爱 流露出 舍己的爱 如果今天 空头的 不是导弹 空头的 是很多很多的 愿意舍己的宣教士 请问伊斯兰国 会不会改变 很多宣教士 从 飞机上 跳伞 然后进入伊斯兰国 然后去爱他们 去拥抱他们 然后 为他们流血 你说伊斯兰国 有没有改变机会 我们现在美国 三十一周都拒绝难民 但是到底该如何 要求主给我们智慧 但是呢 其实 有很多人 都愿意 摆上 很多人都愿意 赴汤 导火 但是呢 前方在作战 后方的人呢 是不是愿意 献上财 让前方的人 能够生活 胜利 当你更多愿意 好 献上爱心 然后 加心 加油的时候呢 这些在前方 作战的人 就会怎么样 就会更多的 更多的 得胜 有余 欲战 欲勇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圆人 都会唱 圆人都会祷告 信主有一些年纪人 都知道说 我们要爱主 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可是 献上自己成为信仰活祭 需要什么 大家说 第一个 需要刀 需要活 需要财 你愿意成为 献身在祭坛当中的 活祭呢 或是愿意成为 为祭坛 为活祭 加油 加心 加火的人呢 求主帮助我们 神对你会有呼召 你要选择如何回应 天父我们 相信整个时代 都有人回应主的呼召 主我在这里 求你 才请我 天父 让我们想到 亚伯拉罕 当他听到神的 猜浅呼召的时候呢 亚伯拉罕就乐意把 自己宝贵的 独生的爱子 带去神所指示的地方 献上当作 凡祭 以色列宝贵 以色列宝贵 亚伯拉罕 拿着刀跟火 以色列宝贵的羊羔在哪里呢 主啊 我们晓得今天 不是缺少 不是缺少刀 不是缺少 不是缺少 不是缺少财 最缺少的 乃是 人 把自己的生命 陷在 祭坛当中 当作活祭 主啊 也的确 有很多人 有财 很多人有钱 但他们 却把钱 哦 主啊 放在家里 藏在 公司 他们 没有按照 主的吩咐 完全 不保留的献上 以至于 在前线当中 为神征战的 神国 公园 仆人当中 哦 主啊 没有财 没有良想 哦 主啊 实在求你来感动 让更多的人 起来 哦 为神国 征战 为神国 献身 也让更多 更多的人 哦 主啊 能够奉献 他们的金钱 能够来为这些 在打仗的人 加薪 跟加油 主耶稣 我们相信 你会做最美好的安排 你也会帮助人 做最明智的选择 主啊 让我们将来 在见主面的时候 都心不自责 坦然无惧 如此祷告 奉耶稣名 Amen